二头啊 谁买大众啊 有这钱我买个宝马X1或者凯迪拉克XT5 它不香吗 但是吧 厂家把购置税给你掏了 还给你整个三年八折的保值换新 说实话 我有点心动了 毕竟这保值率真挺让人头疼的 你电车买回家 直接坐地打八折 油车是今天买明天就叫 它不肉疼吗 来看这台 涂冠L Pro 厂家说它是一台超聪明的车 来看这 IQ Lite智慧投影大灯 有专属的车道照明 什么意思 就是在你的车辆前方 铺出一条光毯 当你打灯变道的时候 还能照亮隔壁的车道 这个时候就提醒隔壁的车辆 我要变道了 是不是感觉很厉害 还有这迎宾灯非常炫酷 不仅有各种灯雨 而且还能打在墙上 你要跟女生出去约会的时候 玩点小浪漫 这仪式感它不就来了吗 来看那是 我给车标档上 你能看出来这是辆燃油车吗 一块 两块 三块大厅 中间小旋扭也是一屏幕 你受得了吗 再加上HUD和手机 能实现六屏交互 前排这俩座椅支持十点按摩 你中午在这休息看个电影 别的确实啊 不都说传统车型没有支架吗 这车直接给安了一套大江 还是双目摄像头 相当于给车安了一双眼睛 你把这车放德国 德国人都得觉得 他们那边图观是简配 朋友们 你们就说这车值不值吧